好 開始看到準備進入七月 當然疫情慢慢慢慢的 有看到好像確診人數在下降 所以似乎指揮中心有意的 要開始讓大家迎接所謂的解封生活 七月份之後 剛好也碰到了所謂的暑假 開始有很多的旅行 還有包括很多的這個家族旅遊 開始也會更熱絡一點 今年行政院也開始針對 在疫情之後的解封 還有包括更多的補貼 希望能夠讓大家的生活上 可以輕鬆一點 然後增加更多的一些所謂的經濟消費 今天現場特別請建成現場告訴大家 七月份有幾個新的補貼政策 大補帖出來 不管是對一般這個家庭旅遊 那也有對一般的租金補貼 有了新的政策方向 我們搞清楚到底七月份 大家可以拿到什麼補貼 好的 我想這個旅遊補貼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最高補助是一千三百塊錢 每個人 還沒有確定 這一兩天就會知道很明確的答案 初步規劃是分為團體旅行跟自由行 但團體旅行的部分 大部分就是旅行社這邊的減免各方面 他們比較自由行是在臺灣嘛 都都沒有自由行 自己走就好 對對對 但是自由行可能會僅限平日 就是禮拜天到禮拜四 如果可以補貼給你的話 只限平日 對對對 六日就不平住 現在是這樣想 會不會是改變 我們不知道 當然希望假日也可以 每人最多 每一款最多折抵八百塊 八百塊錢 住飯店 一千五折抵八百塊 剩七百塊 如果說你是住星級飯店還有其他飯店 再多抵五百塊 等於最高一千三 包括了星級的旅館 三星級四星級五星級都一樣 有個浩克民宿 自行車友善旅宿 那取得環保標章 或溫泉標章的旅行業 也可以再增加抵扣 對加五百塊 就八百再加五百 就是最高可以拿到一千三 就是這樣 意思是這樣子 然後七月十五號起 那最近可能會有更確定的政策 大概是這樣 大家就心中有個抵牢 但暑假也開始了 跟團也行 但舅舅這些旅行業者 觀光業者 因為他們這幾年也蠻辛苦的 自由行還有包括了 現在的補貼 住宿補貼 好 另外這個是今天的三百億的擴大租金補貼 七月一號起開放申請 對我想原本是五十七億 拉到三百億 然後倍數還蠻大的 是 而且這一次 這個行政院這個方案有五大特點 第一個金額最大 剛剛不是這樣拉了三百億嗎 拉了好幾倍對不對 資格也放寬了 原本的資格可能比較嚴格一點 第一個之前你有申請過了 這個政府還是會幫你主動去做一個申報 第二個來看的話 資格放寬就越收入 假設台北來看的話 大概是換算五萬六以下 你的如果是租房子就可以有這個申請的租金補貼 是五萬六的是薪資 對 薪資 五萬六的薪資 因為要排富嘛 對 如果你是這個薪資其實高於一般水準的話 那他就覺得說租金你就不用拿到這個補貼 但如果是五萬六也蠻高的 一個人薪資五萬六 如果符合五萬六以下的 你是可以去申請 租金補貼 因為你是租房子 對 另外一個 如果是剛結婚的年輕夫妻 兩年以內也可以去申請 也可以 三十五歲以下七年可以去申請 反正弱勢的族群當然可以去申請 資格都放得很寬 讓你去申請 因為從五十七億拉到三百億 這擴散的人就比較多一點 所以戶數最多 拉到五十萬 估計合得到五十萬 原本是十二萬戶 五十萬戶 手續也很簡便 政府會幫你申請 或者是你之前申請過 他就直接幫你助記了 很快 另外一個 房東雙贏 這比較重要 你要報的話 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房東也不願意讓你報 如果讓你報 他知道說他要被查稅怎麼辦 所以這一次政府知道這個問題 還有鼓勵房東可以主動協助房客 去做一個申請 然後如果說幫助的話 你這個房屋稅就可以有一點五萬的免稅額 所以也給房東一個誘因 不要說人家要去報 你不給人家報 其他的稅跟房子有關的稅 也都會有減免的動作 所以等於說 你是這個房東的一個公益人 所以這樣來看的話 鼓勵你去幫助房客 可以多報一點這樣 讓大家生活比較減少這個租金的付出 因為他可以給你租金補貼 不如小補啦 兩個月 至少兩個月的時間可以申請 補貼兩個月 補貼兩個月 那當然七月份是不是迎接解封行情 我們現在呢 要找疫情後的題材跟方向 有人說今天的航空股很強 長榮航在大跌四百多點當中 今天逆勢抗跌走高 華航今天只有小跌 所以有人說真的是之後 不管怎樣機票就是一定貴 因為呢 機票現在一票難求了 現在有很多國旅的部分 可能也會頒頒客滿 好 所以受惠的是航空股 觀光股 可能在七月的部分 至少會有一波題材 對 會有一些題材 當然航空股可能走的題材 會更遠一點 因為真正大解封還沒有開始 我們國航的部分 是陸續在征班的 我們可以看到長榮航也好 華航也好 在客運的部分呢 還有航線的部分 開始動作了 我想當然第一季 他們兩個都賺錢 但是之前的籌碼稍微亂了一點點 外資投信最近有點對坐 或者是在賣 為什麼他們姿態比其他航運股高 有點補跌的味道 尤其都是投信在這裡賣 對 被調節 被調節 但是七月份他們就陸續要出席 華航其實配的 這幾年算配很多 零點八三 長航配零點六 我覺得他們姿態來看的話 因為有一個解封的一個前提性 期待性 我認為應該會有機會談 那華航最近是比較弱的 因為他客運貨運的比 之前是比較高的 客運可能大家想像中沒那麼 這個來那麼快 但是有沒有看到 還來到年限附近就不大跌了 23塊 你外資一直賣 投信一直賣都好 沒有關係 這邊就打不下去了 他就在年限附近打底了 所以我認為說有機會來做一個反彈 好 華航那今天比較強的是長龍航 長龍航 長龍航之外有沒有看到 就比較高一點點對不對 我們時間可以看長一點點 其實這一波你如果這樣對照一下的話 從開始的起當點對不對 剛好抵 其實剛好抵到這邊 長期的上升軌道 它是沒有去跌過的 它比華航還要強 所以我認為 短期來了 雖然今天受到月線的反壓 因為月季線死亡交叉 那沒有關係 這邊底期慢慢出來了 未來只要下降軌道能夠突破 你就站在一個佈局點 月季線剛好在三十二 三十三塊之間 就大概月季線的位置 今天剛好碰到 對 這邊如果能站上去突破的話 應該就會走一波了 好 那如果長龍航跟華航 既然迎接解封 或者是新的防疫之後的後生活概念 誰會比較好 他會比較好 對 客運比較多 之前貨運比較強 華航就比較強 他是臨漲的 顛倒過來變成長龍航 會未來變臨漲 你就要看同族群當中 誰姿態高一點 他就是相對強一點 這樣講的很清楚 好 觀光 觀光類股 你看的是一個是旅行社 一個是飯店 當然法輪的籌碼沒有很多 你看 很慘的 第一季 對不對 小賺小賠 這凤凰已經算不錯了 我去看了一下很多觀光飯店 第一季基本上都賠錢 一堆都賠錢 但是他們量是比較大 比較具有指標性 那鳳凰是有配一塊錢股票 跟一塊錢的線 他還有配息 對 國賓就沒有了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股價有點要 之前就有點 你看國賓打了 既然也不錯了 就在這裡 有沒有法輪買了很多 張數不多 基本上有人在買 底薪有沒有打出來了 有 所以等待發動 量只要放大的話就有機會 量下還太少 但是感覺上是有這個機會 準備要存存欲動 只要尤其是開放這個國外旅客 如果一來台灣的話 這個就有機會 所以是不是在這時候 應該在軍縣糾結當中做布局 對 縫低 因為他量比較少 分批分批的布局是OK的 國賓 那鳳凰的部分 他是屬於 這段時間有壓不來 之前有過一波衝高 之前有解封的題材 曾經拉過一波 那最近回來來看的話 有點要守前提 這不能破 這裡不能破 如果這裡跌破 這拉好幾次下一線 如果跌破的話 可能整理的時間拉長 甚至還會往下 等於說題材性沒辦法 就沒了 題材就沒了 但是他轉機性還是存在 所以我覺得 短期來看的話 可能就是一個相信真理 是 可能就來了 這邊打回來沒有跌破 應該有機會來做一個反彈 六十 六十再往上看 到 前高是八十幾 七十 八十 六十八十之間政黨 這五塊五塊這樣看 對對對 好 這是我們看到鳳凰 好 這是我們看到 直接想到的旅遊 還有觀光 還有包括航空 另外這邊也講到 後疫情時代 這邊也把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工業電腦 這跟我們後疫情時代有什麼關係 其實大家有沒有看到 最近電子商務也好 很多的非零接觸的一些商業模式開始出來 變成我們生活的常態 對 所以你看 其實我們不知道凱明 在非凡附近 很多定時的餐廳就自己點餐 人就不會跟你接觸了 所以自己去做一個點餐 像以前很多餐廳這種模式 你點餐之後呢 直接他就去做了 然後直接就送來在你桌上 連講話都沒有跟你講話 對 沒錯 因為你也直接刷卡結帳 對 沒錯 沒錯 所以迫使機的運用就越來越多 那最近很強沒有錯 好啦 明天他是一個關鍵 為什麼說他關鍵 他配四塊半 明天除息 明天除息 對 明天除息 所以他明天除息的狀況怎麼樣 會讓整個工業用電腦的一個強度 能不能繼續在下禮拜繼續發動 他是一個很大關鍵 這幾天看起來是投信 想要這個息 四塊五 股價表現 果然是在除息前幾天 減便宜 加碼 那如果明天除息 就要注意投信 投信如果就除息就賣 就代表他只想撰息就跑 沒錯 如果說這個籌碼 還是很集中的話 沒有做一個調節的話 我覺得這個鎮華店 這網上公的話 整個工業用電腦 組織應該會再公開 還會再公開 指標股 明天除息的鎮華店 好 電子標籤的部分 今天我們稍早有講到這個元泰 不過他是漲多拉回 修正整理 但你今天特別提到電子標籤 未來的這個零接觸 零距離 零接觸的這種生活方式 金鴻鎮鎮鎬到底做什麼 我想這個是晶片 驅動IC的晶片 鎮鎬跟元泰差不多上下游的關係 所以你看到第一季其實都賺錢了 金鴻3.23 鎮鎬鎮鎬0.73 電子紙相關的 所以你看投信 外資整看起來有買一點 投信有買一點 但是買的不多 但是鎮鎬的部分 外資投信買的比較多 因為投信買三千多張 所以我覺得他們跟元泰是同一組的 所謂的電子標籤這一塊 電子紙這一塊 所以當然金鴻屬於IC設計 最近股價就弱了點 弱了點 時間看一下 所有IC設計都很弱 時間看起來 其實他就在一路一路的跌下去 那前低呢 如果持有的前低可能就是關鍵 121塊5 這邊不要破 破的話可能真的會很辛苦 會很辛苦 但是他就是一個反彈 反彈莫方壓力要做一個調節 但是政要就不一樣 跟元泰完全一樣 噴啦 換元泰休息換政要衝啊 對今天雖然也有跌 但他姿態上走勢就很兇 當然最近你看到 這邊外資是一路增加一路增加 基本的趨勢 那投信過去有一張都沒買 最近才只買 所以會不會變新的任陽股 我們就要觀察 當然他這一波上去均線糾結 突破之後這邊整理 因為量不夠 但是這一波往上攻很急 請大家留意五日均線 五日均線沒有破的話 基本上他就維持一個強制了 沿著五日均線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來看看剛好外資投信 居然能夠逆勢投買 在這樣的個股上 也不多了 今天有飛結 有政要 我們看看有沒有外資投信 逆勢投買的個股 今天是不是強制 最近幾天呢 有這個什麼傳產龍頭的統一 還有包括聯動入股的ETF 各股各股這些各股強 那剛剛講到那些都是題材股的部分 在這個表現上 我們回到剛剛建成那一張 就是有飛結跟政要 最近投信外資有再買 告訴大家 那當然講到說 有這些解封題材的大補帖 剛剛建成也提到說 七月份的小鬼當家 誰能夠笑傲江湖 剛剛講過生技汽車零組件 網通跟工業電腦 工業電腦講過 網通的部分 因為5G AI 這個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趨勢吧 還有美國基礎建設 他也當然以這個為主 所以網通相關的部分 尤其設備部分 開始來做一個業績 可能下半年期待性會比較高一點 我們看到這邊的資邦跟中壘 其實基本上投信也都在買 中壘是更有外資在買 其實低進也都賺錢 這個2.3英跟1.29 而且很重要的 我後面七月份有機會再賺 投信的持股比例都不是很高 是 都還有加碼空間的 所以我把它拉出來 投信最近買 那未來還有空間 可能爆發性就會出現 我們看一下字邦好了 字邦股價 其實他都位階都先修正的 底薪也都出來 都在抵達很漂亮 所以短期下來看的話 今天守月線 月季線是黃金交叉 月線不要破的話 基本上他就趨勢往上了 因為已經先跌了 這個你看 投信再買這一套 所以未來的力道上可能會慢慢加 謝謝今天告訴大家 剛剛看到的 誰能夠在七月繼續笑到江湖 看到網通還有工業電腦 一樣是有外資投信 同步站在買方的標的 剛剛講到這些個股的部分 也許成為現代的資金避風港 待會到現場說到第三代半導體 今天也是有好多個股呢 之前很強 怎麼到了六月底的時候出現的休正拉回 不管什麼升陽半 漢磊這些個股 震盪拉回甚至還被打到跌停板 這些個股算不算低頭好股 低頭下來的水果是不是會比較甜一點 現在的價格甜不甜 還是說它的最好的股價時機已經過去了呢 待會回到現場好好的解析一番 馬上回來